顯示後照鏡 系上安全帶 搭檔踩下油門 出發上路 前臺中士官旅局局長林曉綺 為了爭取民眾黨部分區 立委提名 跑行程 選擇省優方便停車的自家 迷你小客車出門 平常不常開 但最近卻發現開車竟然會暈車 開到高鐵站去接人 然後我那個停車下車之後 覺得怎麼有一點暈暈的 林曉綺說平常開的是 一般轎車和休旅車 車子比較大台 他用原本開大車的習慣 和手法操駕 這台迷你小車竟然會暈車 那因為一般轎車跟休旅車 他們的底盤稍微比較低一點 那我開這台車 他本身的底盤是稍微比較高 很多民眾都說只知道 搭車會暈車 很少聽過開車會暈車的 比如乘車時 因為持續使用手機 或是路線過於顛簸而暈車 甚至引起噁心或嘔吐 不過醫生說 還真的有駕駛座暈眩症 除了快速迴轉或是查看後照鏡 會出現讓管耳時成績 板軌管破裂 產生暈眩症狀外 睡眠不足 長期姿勢不良 導致頸部肌肉痠痛 或者神經病變壓迫 也可能在駕駛車輛時 引發暈眩的風險 林小琪說她搭車時 也有雲車的經驗 至於駕駛座暈眩症 她也是第一次聽說 民眾如果也有這種現象 也建議找耳鼻喉科醫師 檢查一下比較安心 三類新聞 施語會廉家姓 黃孟禎台中採訪報導